感谢主,我们现在要在祷告之前先来看几节的圣经 和彼此的勉励 现在奉绝书圣明说话 我们刚才谈到说,那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我们应该把它改掉 因为这些习惯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生活 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婚姻里头 我们要多为我们的配偶来着想 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做的时候 我们想到说,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配偶 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简单的讲一讲 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已经去世了 她去世的理由是因为她 怎么说 她放上肺癌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她的先生 是吸烟的人 她在家里抽烟抽得很凶 所以那个太太就吸烟了 所以那个太太就吸烟手烟了 那后来就真的是肺癌离世了 她很痛苦 因为太太不在身边 也没有人照顾她 现在年纪也大了 所以这个太太太就吸烟了 因为他也比较年纪 现在他没有人照顾她的婚姻 所以我小弟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说我们在家里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对方 那在生活上有很多习惯要调整的 比如说你是比较晚睡的人 那你的配偶是比较早睡的 你不可以说因为我晚睡 不管那么多我就不睡 那三个半夜才跑进来 就把配偶吵醒 如果常常这样做的话 会影响他的健康 那你想一想 如果他病倒了 所以谁会遭受虚伤 那你也会遭受虚伤 因为没有人照顾你 如果他病倒了 如果他病倒了 或者他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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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婚姻生活不是说 我要怎么过我的生活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要多 怎么说替对方来着想 那还有几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现在来念一念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我们念十八节十九节 三章的十八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在主里面是相应的 十九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当然这个顺服是对的 当然有一些解释是说 要看什么事情才顺服 这些解释是很重要的 虽然是很重要的 虽然是在某些领域 如果这样的一个讲法是对的 但是 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变成一个敌对 虽然是在某些领域 如果她的妻子 如果她的妻子 她的妻子 在某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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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苦闷 这种苦闷 那就是一种毒根来的 也会变成毒根 所以这些小事我们也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 我们要有这种 我们说彼此饶恕 这个更需要在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上 更需要彼此饶恕 不然你会越急越多 到最后为什么 真的会变成毒根 因为你会变成毒根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看这个以福所书 我们看以福所书 的第四章 Epheser Kapitel 4 32 Epheser Kapitel 4 Vers 32 并要以恩之相待 从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现在基督里饶恕的 你们一样 Epheser Kapitel 4 当然这里保罗斯在讲说 我们信主之后那种 新生活的那种标准 那种准则是什么 其中一个重点 他所提到的就是要彼此饶恕 这个在婚姻里头更需要的 更需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饶恕 你会发觉到最后会 恨死对方 我们来看这个31节 那这里保罗就在讲那些 恶毒的东西 他说 一切苦毒 脑恨 憤怒 惹怒 惹怒 毁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 除掉 他说 词31 这个除掉不单只是弟兄姐妹之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这个关系 要把这些不好的都除掉 有时候在夫妻的生活当中 也会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发觉到说 如果不早除掉的话 当它爆发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没有办法去挽救 就好像一种毒跟一样 在里头长出来了 整个人都受控制了 没有办法再去爱对方 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饶恕人 你不饶恕人不能得救 就是这样 神不会跟你说 对了他错了 他应该受罚 对如果是他错 他一定要受罚 但是你不饶恕人的话 神也不会饶恕你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 要长存这个饶恕的心 那真的这样 这样婚姻才会美满 因为你如果真的懂得 饶恕的话 因为这是 他是你最爱的人 你能够饶恕 你就懂得怎么去 饶恕别人 你去爱别人 因为我们要求饶恕人 如果我们能够饶恕人 就会饶恕人 就会饶恕人 我们谈了一些重点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也会碰到许多的问题 我们已经谈了一些问题 我们已经谈了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是可以克服的 是可以胜过的 只要我们有这种心 要靠神来去克服 一定能够做得到 我们也会发觉到说 其实在这个 我们谈到爱的时候 这个爱有这种 把这些什么 把这些 误解 那些不好的事情融化掉 它有这样的一种力量 那问题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得到这种力量 让这些所谓的 这些苦毒 不高兴的东西 因为借着耶稣的爱 都把它融化掉了 我们来看这个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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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十二节 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的 我们都没有见过神 但是我们有体验过神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没有见过神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这里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 就真的去遵照 神的吩咐来去行 那你发现到说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就会动功 那我们的爱心真的能够 完全 就是能够 完完全全的爱心行出来 那你也发现到说 因为有爱心 所以你这些 所受的这些委屈 或者不愉快的事情 都会被融化掉 那我们也发现到 那我们也发现到 那我们都会被融化掉 那我们都会被融化掉 神要帮助我们 这帮助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自己呢 我们要真的有这种心 我们全被自己 来去接受神的帮助 其实我们人都软弱 但是我们如果肯这样做的话 就会得胜 所以我们祈求神帮助 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是结了婚或者想要结婚的 都可以在这些方面来努力 祈求神帮助 也认为我们是婚姻或是婚姻 那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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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神 我们就把圣语的时间来做祷告 祈求神帮助我们 然后祈求神 也祈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的这个领恩会 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和意跪下来祷告 那么我们在书留下来祈求神 祈求神 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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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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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